南韓黎探月发生大规模的踩踏推积意外 不少台湾民众现在将关注的焦点就放在大巨弹身上 若将来大巨弹也发生类似意外 是否有足够的应变能力做到安全疏散呢 前台北市独发局长林周明在字役脸书上提出质疑 他认为大巨弹的防灾避难电脑模拟是假象通过 规避了两项重要的参数 质疑台北市政府有护航之嫌 林周明表示台北市政府声称通过的大巨弹 防灾避难电脑模拟内容 在逃生方向熟悉度的设定是熟悉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熟悉大巨弹 所有的逃生口味至极逃生方向 另外一项逃生情境的设定则是泰然自若 也就是当意外发生时民众不会不知所措 林周明认为这样的参数设定根本不合常理 而曾参与大巨弹都省会审查的 名传大学建筑系教授王介聚 也对参数批出质疑 他们一直认为说这个是委员在刁难 那实际上我们都会从一个 我们叫worst case scenario 也就是我们会比较习惯从 比较糟糕的情境想回来 因为我们当时有给一个 就是你必须要设定买它不手机 然后呢它没有办法很从容 那但是模拟单位模拟出来的结果 告诉我们他们模拟不出来 学者认为针对大巨弹的疏散安全 有三步骤需考量 第一要如何能从室内到室外 也就是顺利离开建筑物 第二在室外必须有可以停留的地方 第三要找到能离开这个基地的安全途径 三点必须同时满足才算符合安全标准 但未来容纳数万人的大巨弹 真能过得了关 因为现在的这个方案是开口在另外一侧 而且它的开口一楼的主要的平面 其实是在地下十米半 那另外一侧呢又是商场全部占满 所以第一个他人到底可不可以 有在时间内有效地离开这个场馆 这已经是一个第一个问题点 第二个他即便离开这个场馆呢 他可能没有办法在外面 这边有足够的空间 我们在一个四万人或五万人要疏散 同时疏散这个前进 他已经是一个很复杂的前进 那再加上的外面的外部的空间 其实留给他非常的小 所以他很有可能 他会一流到整个宗教东路上 宗教东路就是一个车流量非常大的一个 一条台北市的主要干道 那国父纪念馆站相对的 他又是一个比较小的站 连接大巨弹和国父纪念馆的地下联通道 是市府提出的解方 但学者专家对此方案也表示担忧 在那个大巨弹 靠那个易线路那个的出口 他跟那个有一个走道大概四十米 要连接到那个国父纪念馆 那个也算是一个逃生避难的通道 可能那个施工的那个进度 跟品质跟安全 地下走道就是没有做好 我们都要去设想说 假设人是同时行动的 你的同时行动 我们最怕两种状况 也就是一种是出入口突然变小 另外一种是出入口有脚突然变大 我永远都会从很直接的人的反应 回来看这件事情 包括人在紧急状况可能会推积 那当你的出入口不够大的时候 你在门的前面可能会形成一个很大的漏洞 我觉得我们叫拱形效应 他会在那边人会卡在那边 那甚至是说前面如果有人跌倒 一种是你会去扶他 一种是你会绕过他 一种是你可能会踩过他 这三种都是有可能的 做最坏的打算 最严谨的安排 当意外发生时 我们才不会深受其害 新闻 许佩甄 陈岳威 采访报导